小姐是提到那個派出所跟那個停車位的問題 那我先講一下這個案子 因為當時候過去的案子當然是派出所是一病整病在這個商業區裡面開發 那不過這一次我們是考量 因為那個商業區未來一次財政局會不會的話 它的時間還有這個本身 我們的派出所它的建物年限 因為如果要拆掉的話 它時間要達到才可以就是報備 所以考量它現在可以利用 所以這個部分呢 後續我們是會看它的整個實機使用情況 把它納在這個社福設施裡面或是公園用地裡面 那我們當時候是這樣的 那第二個部分是有關那個停車的檢討 停車檢討剛剛你有提到就是本來是有500 不過現在我們是也是有考量就是說 未來是它會把它 因為未來是考量就是說不要開挖那麼多 所以我們未來是在商業區或是在社福用地裡面 那剛剛你只提到商業區 可是我剛剛有看一下 它有可能因為社福用地是等於是說社福是一概的 所以有可能地區居民的這個部分 如果我們後續會檢討 如果可以在我們開發的這個社福用地裡面去滿足的話 這個部分也可以滿足原來的那一個就是地區停車的這個需求 所以它不只規範在商業區其實它也有規範在社福用地 那剛才這位大哥報告的這個環境品質的問題 那其實剛才其實我們有說明過啦 就是大概是我們會考量那個地區的意見 那就是因為容積的強度目前我們就是初步評估會提出是 而是草案的話就是這個示範 那我知道地方民眾大家對這個都有意見 還有剛才兩位議員對這個部分也有 這個就是代表這個市民 大家就認為說這個部分有疑慮 那這部分我們回去還會做一些檢討評估 那就是到時候這個部分還是必須要由都委會來做一個決定 那請教是誰是誰想的方式要把兩百一提提升為四百 那是誰的構想 那是誰想到的 那是誰想到的 所以剛才一開始我有稍微說明一下 其實它其實不是突然冒出來的 這可能要往前看一下 其實因為它本身在九十五年 那我沒有用力 那其他用力本來它的容積是十八 那當時候因為九十五年的時候 認為說它擠開八 我可以繞在前面照你證明 所以當時候就是考量周邊的環境 所以我就講啦 如果是機關用地你失敗啊 那現在不是機關用地啊 你商業用地怎麼能夠 這一次我們是算沒有調整到那個商業用地 主要是社服用地 對 社服的話你尤其用公營住宅啊 是 不過這個部分 那公營住宅就不是機關用地 你又背離機關用地的鹽域跟鹽域 不對的 所以你這樣又是跑甲坡 這叫美合式的環版 跟人家徵收的時候是要說蓋公營 結果徵收來的時候就蓋大樓 你看現在是這樣子啊 不過我先跟大家稍微說明一下 其實社服用地啊 其實當然我們在這邊開發做這些東西 如果以社服用地來看 其實它是對一個地 就是我們是在做一個公益性的 像它裡面未來是包含社服設施 那剛剛集社會局有談到 它其實是一些老人照護 那我想 以後大家如果有需求附近以後 其實它是提供的 那另外一個剛剛有提到 就是我可能稍微說明一下 就是我們的公營住宅 其實它不是要去賣出去 其實這個大家也知道 它其實是用出租的方式 那主要是大家也知道現在台北市 對我應該講 我代替各位來問幾個問題 這樣講比較快 大家問了那麼多就這樣講 公營住宅算不算機關用地 就這樣子講 就把很勉強的把公營住宅 你說機關用地是可以總比400% 那我們就大家就來算清楚 到底是多少是做機關 多少是做公營住宅 那公營住宅你不能說公營住宅叫做機關用地 那不對啊 公營住宅是算一般監務容積啊 他怎麼可以把它帶進 如果你這樣講 就當頭假模 你是假機關用地之名 行蓋公營住宅之實啊 你這樣就是騙民眾啊 怎麼可以 那公營住宅你有收起租金的呢 那也有算盈利失業行為 有啊 當然是有收起租金 議員講的是 那這個部分 議員不好意思 這個部分 我從發局駐七客這邊也有一個說明 首先這個公營住宅這個部分 先大家報告一下 公營住宅呢 目前在台北市的規定來講 只住不受 這是第一個大原則 第二個大原則 對象呢 是以中等收入以下的青年族群為主 也就是說你家庭年收入不能高於130萬 我就馬上跟你講 你說 中等以下 又要回到貧宅啊 他們大家跟貧宅住了那麼久 你換湯不換掉還是回到貧宅啊 你又用機關來去把它做 四百啊 那這樣不是很矛盾嗎 沒有議員 我再補充一下 不好意思 剛才講的中等收入以下 大家不要想到說 是這麼弱勢 其實現在社會上 大家可以看到 家庭年收入130萬以下的家庭 是一個月年收入 將近要10萬塊的家庭才會有 所以基本上來講 在台北市 大概用所得分位點來看的話 是百分之四十分位點以下的家庭 雖然說是 收入比較低 但也不是像一般貧宅一樣 是低收入的身份 它稍微算有點中間水準 那之所以要這樣要求呢 我們也是看參考到 那我這邊再給你打個帳 中間水準的人 他不想住進來 結果以後就是低水平的住進來 中間水準的 他又不想住進來 因為到時候是這樣子 如果說你的環境是很好 是所長宿舍 大家就住進來 結果住進來 就是越住越下沉 越住越下沉 在他們就要脫貧專案了 他馬上就脫貧脫貧脫貧 又變成 就變成平民住宅 你把話講完 謝謝 不好意思 我再補充 剛剛有講 40分位點以下130萬 我們給他的租金水準 我們刷市價的7折 市價7折 目前有的案例 就是在大同區的大龍同工營住宅 那大家也可以看得到 他現在的經營的方式來講的話 他一般的大樓跟外觀 都跟我們現在私有住宅一樣 都是偽多物業管理 你進去的話 你不會看到像以前 像出租國宅或出家住宅 那種環境比較雨漏的這種缺點 你可以現場去看一下 在大龍同工營住宅這個部分 我們現場的環境 跟那個住戶的品質來講的話 因為他所得門檻跟租金門檻 有一定的限制之後 進來的人會呈現混居的狀態 不會像以往都是弱勢集中的 標籤化的問題 這個是公營住宅跟以往出租國宅 或者是平價住宅最大的不一樣 那至於剛剛議員有提到的是說 機關用地 那做公營住宅 這個會不會有釋法性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個都市計畫多目標使用辦法 他機關用地在有條件的情況下 也是可以做住宅使用 但是他有比例限制 議員說的對 這沒有錯 那而且我們這個案子呢 他現在現況 也已經在95年的時候 就已經把機關用地 變更成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在都市計畫書裡面 載明住宅是可以使用的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也是經過都市計畫的法定程序 把它完成一個變更的作業 所以他現在合法是可以做住宅使用的 那至於剛才講的 會不會是有一個收益性 那就是說這個 在機關公益使用目的上有差距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說實話 公營住宅 它目前為止它的經營來講 是我們不是以成本來考量的 那我們的新建成本 或者是我們的營運成本 目前來看的話 說要市場還滿難的 所以也算是一個公益性的設施 我覺得可能要交太清楚一下 就是說 是不是比較 將來我們這邊的 這邊的住宅 是不是會 公營住宅出租的部分 資格會比較大龍洞入住的資格嗎 是 報告議員 大聲說是 這個部分 我們都是目前這幾年 都是這樣操作 以後也是這樣操作 你現在知道你們的公營住宅出什麼問題嗎 是 現在我們所有的在 包括在文山區的 我們之所以議員很生氣的是因為 我們所有第一收入戶 沒有辦法進駐在你的公營住宅裡頭 因為你蓋的幾乎都是一般的很漂亮的住宅 他們根本沒有 現在我們的平民住宅是 一天一個月 只要講一百塊錢就好了耶 一百多塊錢就可以入住了耶 他們那些人住不起你現在所要蓋的 好農民市場所要蓋的公營住 他住不起耶 你了解意思嗎 所以你都都發局蓋的公營住宅 我們現在第一收入戶是住不起你的房子的耶 你了解意思嗎 所以現在我們現在就很質疑就是說 社會局現在把這一塊拿來做公營住宅的時候 是不是就是未來要容納你那些 一個月只能付一百塊錢的這樣的一個 所以我現在要你確定喔 如果說 你講的 我們這邊將來就是 比照大龍洞的 出租公營住宅的資格的話 那你現在就要告訴我們確定喔 因為我們要知道我們這邊住進來的level 是哪一種level 好 議員這個部分 這剛剛議員的指教的問題 在文山區的這個案例 就是所謂的安康平宅這個案例 安康平宅以前跟福德平宅一樣 全部都是低收入服務者才可以進來 所以會有集中落實的問題 但是安康平宅第一級改建計畫 我們在推的時候呢 我們一樣設定住戶 百分之七十以上 就是剛才講的中等收入的租金 一百三十萬年薪這個水準 剩下的三十趴的部分呢 是因為原來的住戶 我們不可能趕他走 先來後到嘛 那他們也有他們的住戶的權益 我們將來呢 也會請他們 就是說社會局這一邊 會有另外的補貼 那他有機會可以進去 連社會局給他補貼 他都住不起耶 他們是不是會過來這邊住啊 不 包括議員 我們的意思是說 在那邊 必收入服務員 他們已經很清楚住不起了 他們已經很清楚住不起了 真的 我騙你 他們已經住不起了 我告訴各位 已經住不起了 這個是 有一句話講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你現在講的計畫是趕不上變化 你現在講原先的計畫 到時候真的是要落實到 基礎的時候是計畫趕不上變化 我們可以預期得到 其實剛剛你談了 你講的也許都對 你對的百分之七十 三十不對 那三十不對 你就是要把它用到完 容積用到完 你認為有道理 所以你就是要把它用到完 而我是認為說 即使有道理 我也可以不用用完 那這個就是觀念的問題啊 就是你認為說 我這裡是機關用地 可以用四百 所以我就把它蓋起來 先蓋再收 我能蓋了之後用 這個變四百其實就是在解決你的第一收入戶的那一塊 我們現在質疑你們就是為了解決你們市政府的問題 第一收入戶這一塊 沒有錯的 你知道嗎 你們就是因為那邊住不起 所以你們要把它移到這邊來 我告訴你 不然到為什麼呢 不然到為什麼啊 你講清楚不然為什麼 為什麼 而且我告訴你喔 我那個執行稿也有提到 所有公營住宅你們在要蓋的時候 你們都有開公聽會 以前我們在松山的時候保清斷 市長說只要有民眾說不我就不蓋 那我們這邊如果說不呢 你們該不蓋 這個 我說明一下好了 對啊 你們一次說明會都沒有開啊 你們就要在這邊蓋公營住宅啦 這個部分一樣啊 如果都市計畫沒過的話 我想我們也蓋不起來了 所以這個案子 都市計畫階段的說明會 我們也來參與了 我們就希望讓大家知道說 公營住宅將來會是蓋成什麼樣子 也希望大家能參與給我們意見 然後就這樣講 你要蓋公營住宅 你必須要辦租的公聽會啊 但是你現在是先把它卡位 先卡位之後再來補辦成熙啊 補辦成熙的時候就是 生米組成熟患 你現在來辦一個說明會 就是說針對我們福德基 我們要蓋公營住宅的部分 大家來做說明會啊 是 你們現在犯嗎 我們堅決反對 堅決反對 堅決反對 我們現在齁 為什麼好市長可以對別的地方的人 有承諾說 只要有民眾反對 我們就不幹 為什麼我們這裡連屁都不能放啊 現在齁 所以說根本的說謊 我們現在是針對那個敦煌 你講的那個大龍洞 它只有115戶 115戶 那那個景文只有39戶 那敦煌 那敦煌 對 它總共的敦煌3戶 萬榮佔41戶 作為公營住宅 它這個就是加起來 秦天宮30戶 這碗戶掉下來的 加起來就228戶 也不夠只有你的 所以我就是說 市政府如果 那個議員 市政府不先辦公經會的話 我們就先圍包市政府 大家你說好不好 好 我跟你講 有個東西我覺得你們要帶回去 我覺得今天你們 今天你們的東西 你們一定要記錄下來 那個公經會沒辦的話 絕對去包圍市政府 就是說 你現在所有的公營住宅加起來 都沒有我們這邊這麼多 你未來規劃 也許沒有我們這麼多 所以 我覺得你們要 要把這個東西記下來 我們不要這麼多戶在我們這裡 那什麼原因你要在這邊蓋 你也要給我們交代清楚 而且每一個公營住宅要蓋之前 你們都有去辦公聽會 辦說明會 而且你要公告地方 你連公告地方都沒有 以前你要蓋保清段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公告 說這裡要蓋公營住宅 你們要到萬方去蓋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去公告 你們有啊 我們這裡你全部都沒有 你就是一個公告公告說 你這邊有夾城 有一部分是要做公營住宅 我覺得這把我們當什麼啊 對啊 而且我們的里長都不知道 一千來一千五百戶 對 沒有關係 我們也是要尊重 因為他也是 後面不知道是市長 所以在決定的 他們也是 我覺得社會局有責任 社會局不要移送服務的樣子 我先跟那個杜阿吉講一下 你們這個叫鮮化法